小朋友剛開始學樂器時 其實很多時候都不知道音樂是甚麼 在這個時候其實就要靠一些小工具來幫忙 通過這些小工具他們去學習抽象的音樂概念 堅持興趣和內在的能力 還有訓練思考、掌握節奏 最重要是學會怎樣跟他們溝通 我很想我的學生小時候就會在音樂世界中 慢慢發掘他們的天賦 所以現在除了搞一些小朋友古典吉他之外 我還寫了一套適合小朋友的教育法給他們 為甚麼我會這樣想呢 其實因為我自己是很遲才可以學音樂的 我十五六歲的時候才開始學結他 很不容易才考到一個演奏級 然後21歲我就去維爾納讀音樂了 27歲我才回來香港教結他 幸好的是我很快就有很多海外的演出機會 我每年大概都會出去四五次演出 我用吉他彈出來的聲音去到的地方 就是屬於我的空間 我很想用我的音樂 用我的音符帶大家入愛我的世界 我叫莫迪輝 Samuel 我是一個古典吉他老師 小朋友的潛能很多時候都是難以想像的 發掘他們的興趣和天賦 會不會先幫到他們贏在起跑線呢 我叫你走